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很好吃的早餐 火腿鸡蛋杯 所需的材料很简单 主要有火腿片 奶油奶酪 鸡蛋 还有韩式绿尖椒 这种尖椒一点都不辣 生吃熟吃都很好 口感脆脆的 首先给抹粉盘刷一点油,防粘 其实我今天想用的火腿片来铺在盘底做杯子 应该不会那么粘 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出膜和清洗 我今天用了两种火腿片 一种是义式生火腿片 一种是汉姆片 两片重叠放在盘底 做成一个小杯子 你可以用一片也可以用两片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火腿片 也可以用牛肉的或者是火鸡的都可以 你喜欢的就好 杯子做好后 我们就可以来做蛋液了 取一个碗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四分之一小勺洋葱粉 四分之一小勺蒜粉 少许盐 少许的黑胡椒粉 50克奶油奶酪 所有的材料搅拌混合在一起 有一些奶油奶酪的颗粒搅不匀也没关系 烤出以后不会影响口感 两根韩式尖椒切碎 当然你也可以用菠菜叶或者是菜椒 先加一半的尖椒碎到鸡蛋液中 搅拌均匀 然后就可以把鸡蛋液加入到火腿杯中了 然后就可以把鸡蛋液加入到火腿杯中了 把另一半的尖椒碎再放在鸡蛋液的表面 全部放好后就可以烤了 350度烤25分钟 烤到鸡蛋液全部凝固就可以了 时间大出炉了 出炉的鸡蛋杯很容易取出来 我们可以放在盘中趁热享用 哇好诱人呢 赶快来尝一尝 太好吃了 焦香的火腿肉 加上嫩嫩的鸡蛋和乳酪 口感脆脆的小尖椒 真的是很美味呀 大家一定要试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请订阅吧 我们下次再见 你有刺青皮铁镭 upon点火 你偶出炉的鸡蛋液 不是想像性吗 微 Times RS